生成是AI的监管立法 如何在规范限制跟鼓励产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是全球的一大课题 2024第七届人工智慧与法律国际学术研讨会 今天邀请了产观学专家 针对国内外基本法的发展趋势深度交流 立位点出台湾立法速度算是全球中断班 AI基本法要立拼本会其三读 国内外AI产观学专家列席合照比个赞 为2024第七届人工智慧与法律国际学术研讨会揭开序幕 随着生成是AI的监管成为全球趋势 台湾也在积极推动相关规范 那目前台湾并没有针对AI时代的 生成是AI监管的法规 只有一些比较规范性的指引 所以目前国科会提出的人工智慧基本法的一个版本 也在针对AI的这些风险分级上面进行一个规范 来防范高风险人工智慧产品的推出 像是台湾的自驾车尚未进入法规时代 借近德国2022年第四级自驾车已经能上路 成为无人驾驶立法的先驱 立委点出台湾的AI立法进度算是全球中断班 AI基本法要立拼本会其进入三读 在立法之外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 AI运用上面将来会面临到的困境 我们首先会面临的困境就是我们有没有提供 将来这些AI这些厂商这些环境 然后一个足够的能源廉价的能源干净的能源 我们有没有足够提供这个东西 因为AI的运算它是非常耗能 除了跨产业的配套要同时进行 学者也点出要增加台美学界交流 探讨台湾AI产业应对美国出口管制策略 台湾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说从AI晶片的制造 台积电然后半导体然后一直往下 然后但是在美国这边串联的话 是从NVIDIA GPU 然后到后面的软体的发展 还有应用的发展 所以我相信台美的合作 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跨国跨领域专家透过研讨会深度交流 不管在立法或是技术协助台湾在AI领域 持续扮演领先地位 记者高一晴黄敬峰台北财务报道